闪婚交期太迷人 第205集 住在顾家庄园 卖花的小女孩由于好奇又多看了一眼 她很确定那个穿着碎花的美女 肯定是很喜欢眼前这个金贵无比的男人 而那个金贵无比的男人 喜欢那个漂亮的小姐姐 就是不知道那个小姐姐是不是喜欢这个金贵无比的男人 嗯 还会有人不喜欢这个男人吗 他那么帅 帅得无以绝伦了 他是那么金贵 那么的耀眼 他在这里卖花 看到过的巨男美女算是无数了 可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帅的男人 这男人要是多看他一眼 他都恨不得直接扑上去呢 可惜这个男人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那个漂亮的小姐姐 穆罕宇看到那个卖花的姑娘 看了看夏末 又看了看自己 于是他回头看了看顾潇潇 好像误会了什么 刚刚他在说买下那些花的时候 他就着急着要走 那夏末是不是也误会了什么 穆罕宇又把昨天的事情在脑海里过了一下 的确 他对他的态度就是从顾潇潇进来之后 彻底地变了 难道他是见过之前他跟顾潇潇的那个视频吗 穆罕宇的剑眉皱了皱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怪不得顾潇潇来的时候 他立刻要给他让位置 然后他进洗手间出来之后 他的神情就变得更加地冷淡了 难道是顾潇潇跟他说了什么 穆罕宇越想越像是这么一回事 他抿了抿唇 漆黑深邃的黑眸冷冷地扫了一眼 顾潇潇 然后开口说 走了 然后就静止地往前面走 夏末机械地跟了上去 顾潇潇看着夏末鲜瘦的背影 眼神里满是阴露狠毒的光 如果目光能杀人 他现在立刻马上想把面前的女人碎尸万段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才扯了一个笑脸跟了上去 夏夏 你住在哪里啊 看顺不顺路我们一起回去 也有个伴 顾潇潇回到夏末的身边 他不想韩宇哥哥送他回去 起码不想韩宇哥哥单独送他回去 他都这么说了 如果韩宇哥哥要送夏末回去的话 应该也会带上他的 夏末一手抱着爆米花 一手拿着玫瑰花 他尽可能让这个玫瑰花离自己远一点 看着心里堵得慌 像一块棉花一样堵在心口 让他觉得连呼吸都是困难的 他甚至都不想呼吸了 离玫瑰花这么紧 呼吸的全是玫瑰花的味道 听到顾潇潇的话 他摇了摇头说 嗯 不顺路 他住在牧家庄园 顾潇潇是沐寒宇的女朋友 沐寒宇自然是不想他的女朋友知道的 要不然 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 不过很快 很快 他就不会再住在那里了 等今年中秋 让小糯米过一个全家团圆的中秋 他就会想办法搬出去 这一次 无论如何他都要搬出去 顾潇潇看到夏末摇着的头 胸口的怒火几乎就要喷洒而出了 他记得脸都有些扭曲了 经过好一会的调整 才终于把怒火给压了下去 他勾了勾唇角 原本愤怒的脸上勾起了璀璨的笑容说 你都不知道我住在哪里 你怎么知道顺不顺路啊 你告诉我你住哪里 我对这里很熟的 只要你告诉我 我就知道我们顺不顺路了 夏末根本没有注意到 顾潇潇面部细微表情的变化 他不想跟顾潇潇在一块儿 非常的不想 只是他都说成这样了 不告诉他地址 好像也不怎么好 夏末愣了一下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总不能随便掐个地方 万一真的顺路了 一会儿他要怎么回去 你没听到他说不顺路了吗 他住哪里都跟你不顺路 穆涵雨冷冷地说 冷酷的黑眸如利剑一般的眸光 冷冷地射向顾潇潇 顾潇潇的后脊被凉了凉 脸色在也掩饰不住的难看 果然是这样 穆涵雨的确不想顾潇潇知道 他是住在穆家庄园的 不过穆涵雨这么严厉地 对顾潇潇说话 突然有些不忍 再怎么说 顾潇潇都是他穆涵雨的女朋友呀 而且他们中秋还要合作表演 那个顾潇潇 我跟你真的不顺路 那个我 夏末说了一半 然后也说不下去了 他想着要不然编个地址吧 就说了流露的地址 应该不会那么巧也顺路吧 夏末想着 只是他还没有说出口 穆涵雨磁性性感的嗓音 就想了起来 他跟我顺路 我们一起回去 他住在穆家庄园 那个女人支支吾吾的 根本就不打算告诉顾潇潇 他是住在穆家庄园里的 住在穆家庄园很丢脸嘛 穆涵雨的眸光一沉 冷峻的脸阔线条紧绷 高大挺拔的身材 散发出一股冰冷的气息 顾潇潇惊地睁大了眼睛 连嘴巴也震惊地张大 几乎可以吞下一个大鸭蛋 顾潇潇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女人竟然可以住在穆家庄园里 要知道 穆家庄园除了她 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去住过 她的脑袋被震得嗡嗡直响 夏末也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呆呆地站在那里 她之前一直以为 穆涵雨是不想顾潇潇知道 她住在顾家庄园的 所以她才不想说出 她住在哪儿 可是 没有想到穆涵雨竟然自己说出了 她是住在穆家庄园 那之前的她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夏末还在愣神中 穆涵雨直接拉着夏末的手臂 就往前走 夏末就这么被她拉着 机械地跟着她走 直到走到车子的前面 穆涵雨才放开她 然后开了车门 把她给推了进去 然后砰的一声 关掉了车门 她自己大步地走到 另一边的车门 然后打开车门 修长挺拔的身材走了进去 又是砰的一声 关上了车门 夏末这才从刚刚的愣神中 回过了神 她水亮了心眸 愣愣地看着穆涵雨说 那个顾潇潇 你应该送她回去的 我自己打车就可以了 穆涵雨胸口闷闷的 她这是误会她 还是有意要把她 推给其他的女人 男人的俊脸 瞬间黑得像块碳 她的见眉紧领 那漆黑深邃不见底的黑眸 冷冷地凝视着夏末 夏末被盯得头皮发麻 她是你的女朋友 你应该要送你女朋友回去的呀 我 我说错什么了吗 夏末的心里忐忑 咬了咬唇问 她的话一说出口 穆涵雨的面色就更加的阴沉 目光就变得更加的森冷了 穆涵雨抿了抿唇说 我跟那个女人没有关系 夏末就将被人点了穴道 愣在那里 好半想才回过神 刚刚自己听到了什么 她眨了眨眼睛 然后又眨了眨眼睛 然后才不自信地 啊了一声 啊 穆涵雨盯着前面的马路 认真看着前方的路 就在夏末以为 刚刚一定是自己的幻觉的时候 穆涵雨又重新说了一遍 我跟顾潇潇没有关系 夏末的胸口 莫名地没有刚才那么堵了 心跳也莫名地加速了 穆涵雨低沉的嗓音 缓缓地也淡淡地 不是很大声 可是语气里却透着鼓认真 夏末虽然有些反应迟钝 但也明白 穆涵雨这话不是开玩笑的 可是如果他们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那天商场的门口 她要抱着顾潇潇离开 那天 她陪着顾潇潇在员工食堂吃饭 今天早上 她还端了一杯姜茶 要给顾潇潇喝 夏末漂亮的双眸微微一眯 抿了抿唇 看向窗外 她跟那个女人有没有关系 跟她都没有关系 她跟她从来都没有可能 就像她曾经说的那样 使她想多了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喜欢自己 她甚至都差点掐死自己 而她的那些狠话依然历历在目 看在小糯米的份上 我是不会掐死你的 不过你这份躯体 我什么时候想要就要 我不想要的时候 你求我 我都不会要的 夏末抱着爆米花的力度 又用力了一些 她努力地告起自己 夏末 两次了 已经够顺了 不要再有第三次 还记得第一次的时候 是在游泳池边 自己还天真的问她 是不是喜欢自己 她回答说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你哪里来的自信我会喜欢你 你不过是过来还债的 怎么 想爬上我的床 她还指责自己是赤裸裸的勾椅 逼自己做她的情人 自己不愿意 她还把自己扔到了泳池里 威胁自己 夏末想着自己曾经的那些过往 巴掌大的脸越来越佳地苍白 纤细浓密的睫毛颤抖了一下 清澈的黑毛里 慢慢地荡起了一层水雾 那时的她天真的以为 沐寒雨只是在吃醋 吃酥沉的醋 然后还妄想着 他们之间的可能性 那天早上 她还给了自己送一束花 可是转眼之间 她只看到了 她跟黎生的照片 不由分说地想要掐死自己 她眼里的业务是那么地明显 虽然她刚刚道歉了 但很有可能是为了小糯米 又或者说 小糯米跟她说了什么 她才这样子做的 回想起以往的种种 夏末的那个心 可真是太苦太苦了 如果有时光穿梭机 又或者说有后悔药的话 那现在的她 一定会选择回去 回到她下订单的那个夜晚 她一定会直接拒绝她的订单 然后再也不要遇到她 或许如此 自己的心 也就不会那么地痛了 跳海之后的夏末 一直选择把这些事情遗忘 可是这个时候 这些场景又不可控制地跑了出来 刺痛了夏末的心 她的脑袋很乱 思绪也很乱 最近的她跟穆罕宇 似乎进入了一个平和的平行状态 其实这样的她 对她 对小糯米 都是好的 夏末累了 也怕了 穆罕宇重复一遍说完 她跟顾潇潇没有关系的时候 她的眸光扫向夏末 看到夏末转着头 看向了窗外 就好像她没有听到 刚刚自己说的话一样 但穆罕宇很确定地 她听到了 她只是无所谓 无所谓她跟其他的女人 有没有关系 无所谓有关于她的一切 她留下来本来就是被迫的 如今的她 就是一直不停地在跟她划清界限 就拿今天晚上的事情来说 她看到电影院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 她眼神里出现的那种失望 而且她当时又立刻表示要回家 进电影院之后 她坐的位置 又是故意离自己空出了一个位置 她看到她害怕的样子 还给她道歉 她只给她一个人道过歉 可是她呢 顾潇潇来了之后 她又迫不及待地 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顾潇潇 出来电影院的时候 她故意地跟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 以至于连卖花的小妹都认错了 以为顾潇潇才是她的女朋友 可是即便如此 她还是担心她误会 跟她做了解释 要知道 她可从来没有跟别人解释的习惯 可是没有想到 她鼓起勇气的解释 她根本不听 也不想知道 看着她转头看向窗外 甚至看都不想看自己一眼 慕海宇的心 犹如沉到了冰海里 晚上的她 还想着跟她道歉 这真是可笑 说不定现在的自己 在她的心里就是那么的好笑 慕海宇俊朗绝伦的脸 瞬间沉了下来 冷峻的脸阔线条紧绷 细黑深邃的黑眸 擒着寒霜 直直地盯着前方的路 冷峻的神情不再再看一眼 也没有开口说话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车里面的气息很是安静 安静地只剩下 两个人的呼吸声 慕海宇的手 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心口就像被什么东西 堵住了一样 到底要怎么做 她才会接受它 刚刚她开玩笑地问她 自己在她心里 就那么地不堪吗 她说 嗯 就是觉得你那么帅 那么那么有钱 你身边那么多漂亮 优雅高贵的女人 不可能只有 虽然她没有说出口 慕海宇还是能明白 她说的是她不可能只有她 难道在她的心里 自己有很多的桃花吗 可是经常在自己旁边的女人 除了乔曼跟那些合作上的伙伴 就只有她下漠了呀 她身边哪里有那么多漂亮 优雅高贵的女人 慕海宇皱了皱眉头 回想着刚刚她们在电影院里的对话 那是她们最近以来 最为心平气和的一次对话 然后就觉得 她刚刚在电影院的回答 也是答非所问的 慕海宇的车越开越慢 越开越慢 她想着 如果夏末回过头来跟她说一句话 她就会想办法把话题 引导到刚刚她们在电影院里 那个聊天的场景里 只是 她开得真的很慢很慢了 原本十几分钟的路程 愣是让她开了半个小时 可是即便如此 夏末还是始终望着窗外 没有说话